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言为心声 说话最能看出来一个人的品性和修养 菜根坛里讲 交友不依赖 有些人一出口就容易伤人 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 一定不要和他们深交 一说话太直 很多人说话后没遮拦 动不动就接你伤吧 伤到人了 就说 哎呀 你别在意 我就是说话直 这样的人不是说话直 他就是情商帝 不把别人放得在心里 不尊重别人的感受 明朝皇帝朱元璋 在当皇帝之前是个放牛马 有些穷朋友 称帝之后 以前的朋友来见他 当着文有百官的命 这个人讲过去朱元璋 过去的黑历史 说朱元璋和别人抢着吃豆子 豆子撒了一地 朱元璋在地上抢豆子 不小心把树叶子塞进嘴里 掐了喉咙 差点没命 狼狈不堪 朱元璋黑着脸 让朱元璋把他赶了出去 菜根坛里讲 不责人小过 不发人阴私 不念人就饿了 人活一张脸 树活一张皮 世人都要面子 不要轻易接人短处 言人隐私 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 你不给别人留念子 别人也不会给你留念子 但是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 总是让别人下巴来台 于是招人痛恨 只能是害人害己 二说话随便说话随便的人 信口开合 轻易许怒 他们喜欢在饭桌上吹嘘自己 夸到自己的能耐 别人找他办件事 一张口就答应下来 事后却怎么也兑现不了 浪费时间 浪费感情 春秋时期 齐湘公攻打魏国取得大胜 因为怕周王讨一发 于是留下两名大将戍边 因为戍边的地方十分偏人 所以两个将军问国军戍边多久 可以海潮 当时齐湘公正在吃瓜 于是随口说了一句 现在正是瓜熟时节 等到明年瓜仔 成熟的时候 朕会派遣别人替代你们的 谁知一年以后 齐湘公完全把这件事给忘了 两个将军献上刚成熟的瓜 暗示齐王能履行诺言 谁知道齐湘公依然无动于衷 两人气得哑哑哑 暗地联合公孙无止 起兵造反 推举了新的国军 古人说轻诺必寡信一个人要做出承诺 一定要慎重 如果不能履行 千万不要轻易向人许愿 不然就会招致祸患 蔡根坛里讲 待人无办好脚尾欺隐 虽脚如山鬼 易字献成 真诚这件事是相互的 你不守信用 别人自然不肯信任你 身边有个说话很随便的朋友 是一件很不放心的事情 你不知道他那句话是真的 那句话是假的 答应的是自己还要提心吊胆 人无信不利 这样的朋友还是不要深交的好 三说话太多菜跟谭讲 口乃心之门 手口不密 卸尽真机 易乃心之毒 防疫不严 走近学习 说话太多的人 前脉的心思太重 处处都要显示存在感 迟早是要出事的 曹操心激重 经常怕别人暗中谋害自己 于是说 我梦中好杀人 凡是我睡着的时候 你们切勿靠近我 有一个晚上曹操在帐中睡觉 被子落到了地上 尽是慌忙取队被他覆盖 曹操立即跳起来拔剑把他杀了 然后继续上床睡觉 半夜起来的时候 假装吃惊地问 是谁杀了我的侍卫 大家都以时相告 曹操痛哭 命人后葬见识 人们都以为曹操果真是在梦中杀人 唯有杨修知道了他的意图 下葬时叹息地说 不是丞相在梦中 是你在梦中呀 曹操听到后十分厌恶杨修 终于在鸡肋事件 终于扰乱军心为由 杀了杨修 终于理想及人知词卦 造人知词多 有福的人 知道自己的不足 非不得已不讲话 急造的人 急着表现自己 所以话说得多 或从口出 该说的说 不该说的不能说 否则祸患就会降临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问赞 请不吝点赞 杨修领化